海南離島免稅購物先政策實施成效 和相關工作推進情況新聞發布會 8月19日召開 海南省商務廳廳長陳希介紹 按照國家部委要求 鼓勵適度競爭 滿足遊客的期盼 以及綜合考慮海南省接待遊客數量 常駐人口數量 社銷零總額 交通便利程度 商業基礎設施等因素 按照選址規劃原則 2020年內 海南還將爭取在三亞新開設 三家離島免稅店 我審今年爭取在三亞市 新開設三家免稅店 包括鳳凰機場店和兩家室內店 我們準備採用招標等市場化競爭方式 確定經營主體 並組織經營主體 提出設立離島免稅店的申請 按規定上報批准後設立 記者在發布會現場獲悉 2020年7月財政部等國家部委 授權海南省批准一至兩家經營主體 享有海南離島免稅品經營資質 目前已有兩家國有企業 獲批海南離島免稅經營資質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已正式批准兩家公司 享有海南離島免稅經營資質 並以報財政部等部門備案 這兩家公司分別是 海南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海南旅投免稅品有限公司 另一家是海南省發展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全球消費精品海南貿易有限公司 是這兩家公司 此外 海南將嘗試採用競爭性磋商方式 從海南省外具有免稅品經營資質的企業中 則優選定一個企業 作為三亞市內一家離島免稅店經營主體 海南省財政廳廳長王慧平表示 離島免稅購物新政策公布後 已有包括深圳市國有免稅商品集團有限公司 珠海市免稅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等 多家省外具有離島免稅經營資質的企業 準備前來海南開設離島免稅店 且對採用競爭方式表示一致認同 競爭結果確定後 海南省政府將組織免稅經營企業 提出設立離島免稅店的申請 豹財政部會同海關總署 稅務總局商務部審核按程序批准 MKY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